第十三 題目說右邊是一個棋盤前的街道 那有個人從S這個地方走到N 那就像該講的題型二對不對 第一種題型 那麼他說第一個 他說請問總共有幾種走法 第一個他說任意走 就是隨便你要走走走走走 其實說很簡單嘛 請問你幾個向右 向右有幾個 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對不對 向上有幾個 向上有幾個 一二三四 向上是有四個 所以請問你總共有幾種排列方式 答案是不是十階 對不對 然後處理重疊的部分 那就四階跟六階 答案出來了 這樣回來好 所以答案呢 給你 答案就等於210 回來好 好 再來 第二小題 他說如果要經過P的話呢 如果經過P怎麼辦 那就免除了 你要先算S到P 先算S到P 再算P到哪裡 P到N 這樣聽懂嗎 那請問你 S到P 跟我們幾種排列方式 一樣 S到P 只要看小的這個地方 起彈這個填字形的就好 很明顯是不是兩項右跟兩項上 所以它多少 是不是4階 除以2階 除以2階 好那P到N呢也是一樣 P到N也是不同的顏色 P到N的話是這樣子的 對不對 那總共幾個 1 2 3 4 4個向右 2個向上對不對 總共是6階 然後除以2階 除以4階 好 現在問題來 要乘還是加 當然是乘嘛 為什麼 因為它是有步驟的 對不對 有步驟的嘛對不對 它是有順序的 S先到P P先到N 它們兩個不會影響 對不對 所以要兩個相承 所以答案就出來了 OK 所以答案就等於90 好 那麼第三小題 他說如果要經過Q呢 經過Q呢 那怎麼辦 經過Q 那就一樣 先算S到Q 對不對 再算Q到N 好 所以我們先算一下吧 S到Q一共有幾種 S到Q 來吧 數一下 S到Q S到Q的話是有 1 2 3 三個向右 1 2 3 三個向上 所以是不是應該是 6階除以3階 除以3階 好 我們都要寫下去 6階除以3階 除以3階 這算Q到哪裡 Q到N 要求你 Q到N是多少 Q到N這裡 是不是 3個向右 1個向上 對不對 所以多少 直接就可以算了 4階 除以3階 然後也是一樣 應該是 相乘吧 所以答案就算出來 OK 所以答案給你 答案就80 4階 會啦 好 越來越難 第四小題 他說必須要經過 P或 P 以及Q 幾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且 就是兩個都要通過 所以這個題目來講的話 你就要有 四種路要走 分別是S到P P 到Q Q 到N 這樣才會同時通過 對不對 好 請問你 那S到P S到P S到P 剛才已經講過了嘛 是4階除以2階 除以2階 這個部分 對不對 所以把它寫上去 4階除2階除2階 好 那P到Q呢 P到Q應該很簡單 P到Q就這樣一個口字而已 對不對 就是二階 Q到N呢 該用過的 四階除三階 好 三個相乘就是你答案 會啦齁 所以答案給你 答案就等於48 好 最難的就來了 請問你 啊如果是經過P 或經過Q呢 你們有沒有學過那個排龍原理 來這個要教你們 就是 你們有沒有教過這個符號 有 那我要講一下 我要講一下 不管有沒有我還在教你們 因為這個還蠻重要的 這個別人不會理會就會很爽 這個是A 這個是B 這叫或 或的意思是兩個 裡面只要有個對的 就有的 就算了 就叫做或 叫A或B 那以這個符號來看的話 左邊牽圈指的是A 右邊牽圈指的是B 所謂的A或B指的是 通通包含在裡面的 就叫A或B 聽懂嗎 然後它可以等於什麼東西 它可以等於 我這寫錯了 應該是寫N才對 因為寫P指的是機率 N才是number 個數 就是A或B的個數呢 就等於NA加NB 減掉 只要 只要起 這是什麼意思 它只能意思是說 如果我講A或B的話 就是先把A的個數算出來 加上B的個數算出來 然後減掉兩個 這個地方 對 這要重疊就是A且B 這個符號叫起 這樣懂嗎 好 那所以像這個題目呢 就是用這樣的方法算 不好意思 這個題目 因為題目說 必須經過P或經過Q 所以我們怎麼算呢 我們就算 P的個數 加上經過Q的個數 再減掉 P且Q的個數 因為經過P的時候 有沒有經過Q 有些有有些沒有 然後經過Q個數 有沒有經過P的 有些有些沒有 所以兩個像這樣的話 是不是會重複算大 所以要把它扣掉 這樣聽懂嗎 所以答案就很簡單 來 P的個數是經過P的 經過P的幾個算出來 不是90個嗎 經過Q的呢 是80 扣掉兩個通過呢 是48 那現在是答案 這樣會不會 所以答案就122 這樣會不會 知道排龍原理 排龍原理 知道什麼排龍嗎 姐姐妳好 妳的 我來人家問說 哪個排龍 這個排龍 真的嗎 好嗎